尹老国今天还有什么消息 今天普京电视讲话 为了稳固住整个俄罗斯的老百姓 他今天讲什么呢 他说我告诉你啊 普京今天就是在俄罗斯内部国内 发表视频 给所有的俄罗斯民众 发表了一个电视视频 为什么 因为这两天 默斯科也遭到打击 俄罗斯国内将近 他们死了个走 都挨到什么无人飞机 还有什么风暴影影 巡航导弹呢 这些导弹的袭击 普京今天没有办法了 普京今天特意 开了一个视频讲解 就是说白了 像国民 就是给国民一个 怎么说呢 给国民一个定心玩吧 他今天讲话了 他说什么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 6月2号发表电视声明 他讲的是敌人们 他说的敌人们 他所说的这个敌人们 我认为不光针对的是乌克兰了 如果要是针对乌克兰 他就会说 乌克兰的武装力量 对不对 他说敌人们正在试图影响 俄罗斯内部的局势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 目前为止 他对我们的国内 发动了多次的打击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希望民众不要恐慌 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讲反制 但是他说的敌人们 我认为他说的 可就不是所谓的乌克兰了 他指的指定就是美西方 因为他说敌人们 所以说我认为 现在目前为止 普京之所以都能电视讲话了 我也跟你说实话 他也感受到 目前为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反攻 不光是在乌东四周 而是全面反攻 全面反攻的前提是什么 你们没发现这两次英国也说 德国也说 包括美国也说吗 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我告诉你啊 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打击 在国际法是被允许的 这能说明什么 这能说明美西方国家 表面上不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 实质上他们是鼓励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的 要不然他们不会在这个乌克兰正反攻的时候 他们竟然说出这种话 什么呢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是不违反国际法的 为什么 因为你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在线 人家打你国家也正常 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舆论 已经带到了一个制高点 说明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不管怎么炸你 你想让我们联合国或者是我们这些国家 去谴责乌克兰 那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打人家在线 人家现在打你也正常 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俄罗斯现在目前为止 在整个美西方国家面前 说实话兄弟们 就是说说实话 有两个有两个杀手 跟你俩正打的 美西方国家各顶各全是这个 小手一掐 兜里揣着一打的钞票 身上背着一下的炸弹 再加上子弹 看打你这小子要怕呀 顺后票我拿两打的钱往爹冷接着打他 看这小子打打打有钱 但是没有子弹了 顺兜里再掏出子弹给他 给我射他 同意国歌的这个比喻的口可奇 就是美西方国家就跟那家瞅着 这个这个乌克兰 以及这些顾问兵怎么干你 缺钱给钱 缺子弹给子弹 缺炸药给炸药 缺导弹给导弹 就是干倒你 就是就这么掐的要 丑的干你 而你俄罗斯都明知道这帮人在支持他干你 你却无动于衷 懂得哪个懂 就是明知道这帮小子在架着他干我 知道就明知道 真正架着他的就是他们 而你还跟他打呢 不敢把音怎么样 所以说 为什么不切断光揽 我跟你说实话兄弟们 为什么不切断光揽 这东西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我要是俄罗斯的话 如果要是我是俄罗斯的话 我宁愿干北约 我也不切断光揽 为什么我跟你们这么讲 你就明白了 干北约 涉及不到 把所有的利益 全毁在美国身上 如果说你要是把光揽切断了 对美国的损失是最大的 懂得打个懂 所以说我因为 俄罗斯就把北约哪个国家干了 他也轻易不会去把光揽干了 为什么光揽一断 美国的损失要比谁都要大 所以说他应该干北约 他也不能让美国损失太大了 为什么 一旦把美国干几了 美国领这帮小子 正跟你玩了命 你不玩了吗 所以说你们别老因为俄罗斯多么厉害 我告诉你 美俄之间 他俩轻易不能真正对抗 他俩真正对抗 我跟你讲 他俩你死我亡 他俩有彼此互相灭亡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他俩轻易是不会打的 他俩只能选择代理人战争 就利用美西方国家 这帮狗腿的跟俄罗斯干 干死能干 干不是打倒 光缆就是海里光缆整个通着欧洲 跟这个美国之间的一些什么网络数据 什么股票交易 什么他妈期货 什么一些电子信号 还有一些什么他妈卫星信号 还有一些什么间谍的一些数据 这个光缆一段对美国来讲太惨了 所以说他不会直接针对美国发起一场攻击 懂得打恶动 你回去老过不对 你过下一边 我只能说你不懂 别跟这里瞎几个装懂啊 真的兄们 你想想光了一段对谁最伤害最大 对美国 美国直接跟北约失去联系 所有跟欧洲的一些经济上的往来全完了 美国一下瘫痪 美国一下完了 美国控制整个欧盟的一些数据全完了 你刚好兄们 那你不就是把美国干个死吗 你把美国干个死 对你有什么好处 美国完全可以利用整个北约和欧盟跟你干下的 你死我亡了就 如果俄罗斯要是破釜沉舟孤独一致只干波兰或者是立陶宛的拉脱亚爱萨尼亚波罗的海 啥个国家就干这几个国家 我告诉你兄弟们 我赌美西方国家不会与俄罗斯玩命 这不是开玩笑 但是你要是把给美国给整极了 给你整狗地跳墙了 你我告诉你兄弟们 他不直接拆对股市全完一下就废 我告诉你兄弟们 你要是把美国给整狗地跳墙了 美国就算是不直接应对你 不直接不直接跟你干 他会令整个北约往事给你鼓揉一下 到那个时候他喝出去北约给你沉了 你也完了 北约也完了 而老美还是老美 你们能明白我啥意思 为啥呀 美国只能有个底线 你俄罗斯永远不会拿核武器打我 为啥呀 你不敢 你打我你也没了 懂得打个懂 因为他俩有彼此灭亡的能力 而俄罗斯你刚好 除了核武器以外 你还有什么能力对抗北约 能明白我啥意思 我大不了美国就是七帅暴局 能明白我七帅暴局 就是我把我这些所有的老地团 扯出去跟你干 是不是干你个巴拉撒的 北约纯传而啥的 俄罗斯就是熊 我跟你讲 兄弟们 这李农大哥 你也不能说是俄罗斯熊 咱们你们要说是俄罗斯熊 现在目前为止 还多少站点颜值过早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你想想 国歌说的就没有道理 普京之所以不动弹 你想想 如果俄罗斯本土 再遭到一些打击 民众的呼声要是上来了 直接就是警告政府 咱们再不反击 咱们国家就没了 你告诉告诉我 来兄弟们 不用多 百分之三四十的民众 呼吁干北约的话 普京要是跟北约干了 普京这场仗打的 是不是为国而战 来你看 国歌说的有没有道理 来 如果俄罗斯的国家 没遭受严重的这个侵害 普京就跟北约干了 你是不是一个战争的历史罪人 你看你国歌说的 有没有点道理 你们想来 我因为普京是等民众的 知道不行吗 就普京 他本身就是个克格勃出身 他是个罪敢干的人 而他现在就不干 兄弟们 如果老百姓都说 给我干 你妈的 还等啥呢 普京就给他干了 我是不是为国战争啊 如果普京现在的老百姓 一点呼声没有 直接就向北约宣战了 如果打赢打输了 你是不是一个发动战争的历史罪人啊 这都是大智慧 大策略 知道兄弟们 如果莫斯科 包括俄罗斯国内 再遭到一些打击 他光光个电视上 再洗几回脑 你再看看 你们还记得去年秋天猫 俄罗斯的老百姓 当时这个天气管道 北溪天气管道被炸的时候 俄罗斯的老百姓 扛着沙尔玛特的 这个洲际导弹的模型 在大街上游行 呼吁普京用沙尔玛特 把这个 把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给崩了 看到那个视频吗 如果现在俄罗斯的市民 要是走上街头 扛起沙尔玛特 直接都喊 给我啊 给我血洗北约 你看普京要不干他 我要不退往 我是你们养的 你会觉得老国我不信 兄弟们 我告诉你们 事实证明普京老狠了 你们相信我 别说俄罗斯是熊 普京老狠了 全球现在目前为止 谁也赶不上他 就是在战略上啊 咱不说别的 就敢干这个劲 我告诉你兄弟们 美西方国家 为什么一直想把普京斩首 或者是想把普京 这个政权给他推翻 为什么呀 不就是普京 原先是克格勃出身吗 他敢干 知道吗兄弟们 给他干击啊 他真敢发射核武器 剩下别人不一定敢 所以说美国和这个立陶宛 这些国家 就四死都想把普京干一起 为什么 就是因为普京干击啊 他真就敢 你会觉得老公 我不信 我告诉你兄弟们 就像成年国歌 在这边跟你们讲过一句话似的 美西方国家 最怕的是俄罗斯有核武器 但是他最害怕的 并不是美俄罗斯有核武器 他们最害怕的是 俄罗斯有个总统 叫普京 这个普京这小子要干击啊 他真敢用核武器 这是美西方国家最怕的 俄罗斯有核武器